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有个小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家在哪儿 你怎么在我家门口坐着 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应该是个傻子吧 真可怜 上边去 你还抢我薰果 抢我薰果 死傻子 你胡同 胡买钱的 算什么 你太敢不杀手 太敢抢 我打不起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姑娘起来来 你做什么闪事你 走下去 你我走着 你没事吧姑娘 疼 疼啊 走回家我给你看看 别哭了姑娘来哭 姑娘 你这怎么回事啊到底 姑娘 疼 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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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别人都有家 你怎么没家呀 你妈呢你爸呢 对了 我看你早上在我家门口坐着 我一叫你你就跑了 什么意思啊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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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等会儿我陪你玩 你先 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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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你家在哪 没家 没家 没家呀 哎 儿子 回来了妈 他是谁呀 这我也不认识 这 起开这这不是个傻子吗 他他确实有点傻 刚才我在路上 看见有人 看见有人欺负他 我就我就把他给 扶过来了 儿子 不是妈说你 妈这上帝才一会儿 你就给捡个傻子回来 不是 你看他现在神志都不清楚 早上还在咱家门口玩呢 这 刚才有人打他 我就把他扶回来 我看问问他家在哪 把他送回家呢 他说他说他没有家 行了儿子 他哪来的让他回哪去 咱们家可不收留他 妈 你看他那么可怜 你把他扔出去 别人还会欺负他 再说了 他连家都没有 他 他是什么呀 儿子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说他一个傻子 你把他放咱家受留了 这算怎么回事 妈 这要不这样吗 让他先住到咱们家 我这几天 找找他的家人 看能不能 给他找到 找到他的家在哪 我就把他送走 儿子 你就是心善 妈 别生气了 他反正也是一个傻子 不会有什么事的 那可说好了 只能在这两天 在这两天 他家人假如不找过来的话 还让他赶走 行妈 你这累一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姑娘 那你就暂时 在我们家住几天 妈 玩 行行行 走回家玩走 你别拽了 我 你要出去上班呢 哎呀 玩什么玩 谁都每天在家陪你玩 你傻子 妈 别别给他生气 他神都不清楚 行了你就上班吧 哥哥你在家就碰点玩玩 我 我还得上班呢你看 知道了 行了你别管了 我走了啊 哎呀回去吧 回去 经过这么多天的打听 终于打听到 我女儿的下落了 就在前面 玩 你玩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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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天 你去哪了 爸爸可担心死你了 玩玩玩玩玩 你 你 走 怎么是你 别弄了 飞飞 这 你怎么会在这啊 他 他是 他 他是我们的闺女啊 你说什么 轩轩 轩轩 长这么大了 没想到 这么多年没见 你竟然 生活在这种地方 对了 飞飞 我们的儿子呢 怎么我们的儿子 难道我儿子 跟你 没有关系 妈 嗯 妈 妈 这玩 他是谁啊妈 儿子 玩玩 玩 玩 他 他就是我们的儿子吧 现在 都长这么大了 不 他是我的儿子 妈 他他说什么呢 他 他说他是我爸 这 怎么可能啊 我爸不是 你不是说我爸都 已经死了吗 宝文 你别听他胡说 你没有爸 就是 这么多年没见了 没想到 你还记得那件事 当初 是我的错 是我不应该喝酒打牌 把这个家 摆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 我已经知道错了 妈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 他说的都是真的 宝文 其实 其实妈骗了你 你 不是没有父亲 他确实 是你的亲生父亲 在你和你妹妹 很小的时候 你爸 整天不务正宴 酗酒打牌 一回家就打我 那时候 我受不了 所以 我就跟你爸离婚了 你妹妹 跟了你爸爸 你跟着我 从那以后 我们就 从那以后 我们就 再也没有联系过 没想到 你前几天捡的这个女孩 居然是你的亲生妹妹 妈 这 这 这都是真的妈 她 她是我妹妹 怪不得 我看见她那么亲切呢 她 她就是 她就是那个 我那个爸 妈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一个 妹妹 爸的闺女 妹妹 没想到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居然 我现在 已经感觉归正了 咱们 能不能 不婚 现在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从小 就没有父爱和母爱 咱们 就算是为了孩子 咱们不婚嘛 啊 就原谅 原谅 原谅我爸爸 我相信 她当初也是年少无知 才犯下了错 我看她现在 一定 已经忏悔过了 原谅她吧 就她为了 为了我妹妹 妈 妈看到你妹妹 在心里 像刀扎一样 这么多年 你妹妹缺少了太多的母爱 轩轩 以后 妈不会再离开你了 她一定好好弥补 你缺失的母爱 妈 没求妈 妈 爸 以后 以后 我们这一家人 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再也不分开了 再也不分开了 我滚出去 我滚出去 蔡芒文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怎么可以这样 我怎么不可以这样 我告诉你 老子现在有的是钱 我为什么 要跟你这个怀里边过 现在 大把的女人追我 蔡芒文 你忘了以前的苦日子 都是谁被你走过来了吗 现在 你刚有钱几年 你就要赶我走 行了 别跟老子说这些没用呢 整天就知道拿这点破事 以前 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老子有今天 都是我自己的努力 我告诉你 钱都是我挣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 我现在 就是看烦你了 赶紧给我滚 老子明天就换一个 蔡芒文 你忘了我们当初的初初了吗 当初我们一起分手的时候 你说 你说以后有钱了 你会让我过上好日子 现在 你才刚过多长时间好日子 你要抛弃你的糟糠之期 蔡芒文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行了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呢 赶紧给我滚 我告诉你 钱我也给你了 赶紧走 好 我走 以后别让他看到你 以后我都不要回这个家 你要敢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赶紧走 我恨你 我恨你 哎 哎 小辉 干什么啊 你看到我跑什么跑啊 嫂子 嗯 还有事呢 哎哎 你走什么 对了 我有件事要问你 蔡芒文那个负姻案 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 他挺好的 挺好的 像他这种人 没有遭到报应 他没有遭到报应 是老天没长眼 像他这种人 像他这种人 不得好死 够了 你知道 我鲍娃哥 为什么把你赶走吗 哼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他有钱了 他开始嫌弃我了 想必 你还不知道吧 鲍娃啊 三个月钱 做生意 赔了一百万 他 他是因为不想连累你 才把你赶走的 你还一直 梦在鼓里吗 小慧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傻 你忘了你们 以前 是有多好啊 他无缘无故的 会抛弃你吗 你连你自己的丈夫都不信吗 小慧 你快告诉我 鲍娃他现在在哪儿 鲍娃 他现在 在县城的 一个小工地里上班 你去找他吧 找到他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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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娃 鲍娃 我不认识你 鲍娃 你认错人了 鲍娃 你就别装了 我今天在路上遇到小慧 我都知道真相了 鲍娃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 你真是何苦呢 你做生意失败 我可以 跟着你一块承担啊 鲍娃 你怎么可以瞒着我 一个人重收那么多 鲍娃 我当初 不告诉你 也是有原因的 我当时做生意 赔了一百万 连编工的工资 我也没有发 当时欠了那么多钱 如果 让你跟我一起 承担的话 对你太不公平了 所以 我就想着这个办法 当初 赶紧走的时候 留给你的二十万 是我最后的积蓄了 我是 想着我自己 可以慢慢还 你走了之后 过不了多久 就会忘了这件事 就能好好生活了 菲菲 你别说了 你还是 你还是走吧 我还要干活呢 鲍娃 你说什么呢 我是不会走的 菲菲 你别傻了 我现在还欠着那么多钱呢 不得赶紧挣钱 把钱还了 这事 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咱们已经离婚了 你走吧 鲍娃 你别再说了 想当初咱们两个 一块创业 然后 有了你的成就 现在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 还欠了债 但是 我可以陪你东山再骑 菲菲 你别说了 就算我有这个心 我现在 我现在 已经没有信心 在做生意了 我就想着 在工地干点活 就这样过一辈子 你就别再劝我了 鲍娃 你还这么年轻 遇到点困难很正常 千万别自暴自弃 你放心 以后 我不会再走 我不会再走了 菲菲 我会陪着你 我陪着你东山再骑 菲菲 你别说了 就算我有这个心 就算我有这个心 我现在 也没有钱了 我想好了 我 我还是 在工地干活吧 报文 这个卡里 现在有50万 有20万 是你当初走的时候给我的 还有30万 是之前 你给我的零花钱 一共 有50万 拿着 咱们 用这个钱 东山再骑 我陪着你 我不能拿你的钱 菲菲 你说什么呢 咱们两个在一块 共同奋斗 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你 菲菲 谢谢你 谢谢你